3月14日,我是一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被恋案侦查 经查姚某某3月5日,曾与确诊病例同处瑞阳区开沿路福建海鲜楼 在市防疫指挥部公布相关轨迹后,其明知自己和确诊病例有轨迹交集 确认按照防疫措施要求,主动向社区和单位报备 且在自身已出现明显的不是症状后,仍未报告疾控部门 自行服药,并多次出入公共场所,致使11人被感染新冠肺炎 姚某某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0条制规定 西安市公安局微阳分局,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,对其恋案侦查